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说谱话认真做测评 大家好我是小赞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几款评价乳液的测评 如果说你也想多了解一些这些样的评价产品的测评的话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中告诉我们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多多的收藏 多多的硬币 谢谢大家 外貌协会篇 你这么漂亮跟我回家吧 我们今天要测评的保湿乳 分别是沙纳豆乳美肤乳液 飞湿小铺金桨花柔嫩金花乳 以及丝亲夫窝菊黄瓜青年乳 三款包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逼光性的 成分工艺篇 我连你的成分都不知道 我怎么干卖怎么干卖怎么干卖呀 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款 那这款豆乳的成分很简单 油脂方面脚砂丸和硬脂酸提供滋润度 而金蜡醇 风蜡 甘油硬脂酸脂 在这里作为乳化体系 整体上都还不错 那么这里注意一下 这个产品的防腐成分仅有枪本甲脂 单靠这个成分是不足以有效防腐的 因此呢这里为了达到整体的这个协同防腐的作用 酒精的添加量会很高 所以说敏感肌呢需要注意 由于酒精的挥发 整体上这款产品的肤感呢会让你感觉吸收的很快 但实际上呢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吸收 而是水分的挥发 水分挥发后呢这些油脂和蜡脂呢会在皮肤上形成一层封闭膜来保护皮肤 而产品中添加了油脂和乳化体系呢有轻微制痘的可能 所以说这里我不太推荐痘肌 而干性皮肤如果说偏敏感的话呢我也是不推荐的 功效方面 这款产品主打的大豆义黄酮护肤 那么实际上黄酮类的化合物包括大豆义黄酮 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效率的 那么这里添加的活性究竟如何呢 我们后续呢可以通过实验来判断整体的添加活性 另外呢大豆蛋白是无法被皮肤所吸收的 那么它只能作为沉默性的保湿剂 给皮肤提供保湿作用 与此同时呢清洁不当 也容易给细菌提供滋生的养分 引起粉刺 总的来说呢这款乳液可能比较的是和偏中性的肤质 干敏肌呢和油痘肌可能都不太适合这款乳液 那么它具体的添加活性呢 我们直接参考后续实验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非施小铺的这款乳液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油项 基纳醇乙基脂酸酯呢是一种小分子的合成油脂 而矿油本身呢也比较容易携带甲脂 两者呢都属于抑制豆的油脂 而整体呢这个产品的油脂的封闭性呢也比较强 因此呢不推荐豆鸡食用 低剂量的挥发桂油 环5G二甲气贵氧丸和环吉贵氧丸呢 都可以降低整体的粘力感 不过呢添加不高 因此呢整体还是属于封闭性比较强的乳 所以说油性肌肤呢也不太合适 来看一下功效方面 防腐剂本样以纯呢是明显的1%分割线 因此呢后续的提取物 功效呢都比较弱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成分 阿尔棕锂仙腔普胺酸 那么这是一个低剂量添加的功效成分 具有抗氧化和增加皮肤弹性的作用 一般呢我们在这里用作抗衰老 那么生育分乙酸脂以及BHT呢 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 可以保护相应的成分的活性 从成分上点评 这款乳烟呢可能更适合干性的皮肤 油性肌肤使用呢可能会有制斗的风险 而敏感肌呢在使用之前 先测试一下比较稳妥 另外这款产品呢有较弱的抗衰 和增加皮肤弹性的功效 具体的抗自由基活性呢 我们参考后续的实验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黄瓜乳 首先呢一眼就能看到黄瓜水 我们之前也说过 这种什么丝瓜水啊黄瓜水啊 内中的活性物是完全比不上相应的提取物的 不过呢会有含有一些相应的多糖啊 氨基酸类的物质 有保湿的效果 好言归正传 那么1%分割线的位置呢在卡波姆纳这个地方 我们在排位靠前的位置呢 并没有看到相应的主体油项 因此呢关于产品的滋润度 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断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油脂 易硬脂醇 新物酸脂 排位呢十分的靠近1%分割线的地方 所以呢可能它的添加量并不高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呢 添加了珠光剂 以亚醇硬脂酸脂SE 可能也是因为产品的这个油分太低 形成的乳液或者说凝胶吧 太过透明 因此呢需要加入珠光剂 调出这个乳白色的光泽 因此呢这款乳液的油分呢 应该是非常的低的 而添加了挥发硅油呢 并不会提供相应的滋润度 所以说整个乳液非常的清爽 是比较适合油性皮肤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提取物 马齿线 金蕾酶呢 以及窝菊液 这些提取物都有一定的抗敏症静的功效 那么黄瓜果提取物可以增加皮肤自身的保湿能力 并提供一定的抗氧化 β普去糖和尿囊素呢 可以起到修复增加皮肤保湿的作用 因此呢整体的功效偏向于抗敏感 防腐方面采用的多元醇防腐体系 紫压醇以及脊干油 配合高剂量的丁压醇协同防腐 整体上温和度呢也是比较高的 不过防腐力度还是比较有限 建议开封以后呢尽快用完 但从成分上来说呢 这是一款非常清爽的乳液 适合夏季出入量比较多的人群 它的酒精含量呢比较低 而且呢成分上比较偏抗敏和修复 因此呢这里呢油性敏感肌肤呢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乳液的整体的滋润度比较低 这里呢不推荐干性皮肤使用 太过敏感的肌肤呢也不推荐 五毛实验室 剩下过亿的我们选择这么简单的实验 只是因为我们比较抠门呀 通过测理我们可以看到 这几款乳液的撇血呢都是偏中性的 所以这方面呢都还好 通过测理体外实验结果呢又翻车啦 我们可以看到呢 四清肤的这一款的体外保湿度最强 而肤感最为油腻的 肥石小酷的体外保湿度呢 却比较弱 那么这实际上与保湿剂和封闭剂都有关系 一方面呢说明 四清肤的旧感乳液中的保湿成分比较强 另一方面说明了 非诗小铺的保湿成分和油脂封闭性都比较了一般 不过尽管这样 四清肤依旧不能满足缺油性干燥肌肤的需要 但是呢它很适合作为油性肌肤的保湿产品 哎呦不错哦 通过抗氧化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 沙纳豆乳表现出很低的抗氧化核心 因此呢其中的大豆一黄铜添加核心并不高 所以你懂的 四清肤抗氧化指数呢为3.3 因此呢活性浓度也比较的低 而非诗小铺的抗氧化核心还可以 抗氧化指数呢为4.1 在抗自由基方面 沙纳豆乳和四清肤这两款的抗自由基核心呢都不高 非诗小铺呢还可以 真人实战篇 哎呦你打我干什么 本期真人实战的问题调查 目前呢共有1221人参与 其中各肤质分布如下 通过全职的计算呢具体的参数如表 首先呢比较出乎意料的是 沙纳豆乳的刺激性呢比预计的要低很多 它表现出一定的温和性 而非诗小铺的刺激率稍高 四清肤居中 而在肤感方面表现最好呢是四清肤 而沙纳豆乳和非诗小铺对游行肌肤来说呢都略显粘厉 推展度方面呢非诗小铺也不太好推开 货币三家 我要那个便宜的 这三款乳液的价位呢都是差不多的 不过非诗小铺这款呢是专柜价格 完 总结 注意注意 画重点了 画重点了 通过今天的测评呢 我们可以看到 非诗小铺的抗氧和活性呢还可以 不过整体的封闭性和保湿性都不是特别的强 或许夏季干性皮肤使用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刺激率稍高 油痘肌敏感肌不推荐 沙奈多鲁实测抗氧化素质很低 因此呢判断里面的大豆翼黄酮的添加活性不高 抗氧打分呢比较的低 另外呢实战表现出一定的温和性 所以呢它的使用的收重会比较的广 轻度偏干性或者偏油性的肌肤都可以使用 但不推荐过于敏感和油性亦长痘的皮肤 关于四亲肤它是一款比较适合油皮的保湿乳 多为水溶性的保湿剂 肤感呢也比较的好 抗氧化方面一般 但是呢作为保湿乳呢值得一试 今天的测评呢就到这里了 有小问问题或者测评产品的商务伴们呢 欢迎您添加我们的公众号 皮肤互名测评 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 请订阅转发给我们支持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